2024年雅加达哥哥姐姐总决赛 在北雅加达圆满落幕 这以坚韧的龙为主题的总决赛 旨在激励每位选手 在传承中华文化方面 保持高度的奋斗精神 在参加总决赛前 选手们经历了为期三个礼拜的培训 决赛之夜则是整个评选过程的高潮 评估标准包括行为、智力、外貌和才艺 这次有16队参赛选手 在公众面前演讲、走秀及问答等方面 以展示他们的最佳表现 加上历届哥哥姐姐的精彩表演 使活动气氛更加热闹 2024年 雅加达哥哥姐姐 由苏秀凤和郭立仙获得冠军 他们也希望能与其他选美赛事和文化团体合作 以拓展文化视野和理解 虽然有些选手没有得到冠军 但是他们从本次比赛获得了许多宝贵的学习经验 同时也接识了许多新朋友 我们将尝试与其他不同的文化 我们将尝试与其他不同的文化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国家 和一样的国家 和一样的国家 所以从此我们将尝试与其他不同的文化 和一样的文化 和一样的文化 我学习的第一个是 肌图和维促 这首题是维促和维促 就是维促和维促 在这次的评论 我学习的方法 在这次游试与其中央尽量 尤试与其中央尽量 我认试与其中央尽量 却不赞弹 我会继续成为大型的文化 我认试与其中央尽量 是我的标的主题 然后我的主题 也想要把中国文化 给大家介绍 如何介绍呢 就是因为 我也是喜欢唱歌 也是喜欢很多 跟中国文化有关的事情 我会把这件事情 给很多人介绍介绍 雅加达哥哥姐姐活动 也得到了观众的正面反应 他们认为 这项活动是一个好平台 因为能够为年轻一代 提供了一个保护 和推广中华文化的机会 此外举办方还为观众 展示了各种精彩表演 包括歌唱 舞蹈等节目 雅加达哥哥姐姐 则是中华文化 旅游 和社会事务的大使 为实现这些目标 他们将继续与政府 及私人单位密切合作 举办各种有趣的活动 特别是与中华文化相关的活动 例如中秋节 端午节 冬至节和春节 这些活动将成为 保护中华文化的重点 透过这些活动 雅加达哥哥姐姐 致力于向大众推广 和介绍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 决赛选手们 也希望通过这场比赛 提升年轻一代 对在雅加达 及整个印尼 保护中华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中华文化重要性的认识 中华文化 苗文化 好